高鐵香港段和這個在紅磡開出的乘製直通車 我們會在30號的凌晨名點停以服務 所以高鐵的班次和直通車的班次都不會來到香港 跨境巴士方面因應減少人流和交叉感染的機會 我們也會就著不同的跨境的口岸、跨境的巴士 以及這個港珠澳大橋的金巴 就著班次的頻率再調整 因爲我們見到1月跨境的人數 由1月初到1月底亦都有相當大幅的下降 亦都是為了減少風險 亦都會就著黃江口岸的短途巴士都有所調整的 至於航空方面我們和國家民航局亦都溝通了 由30號的凌晨開始會逐步將內陸城市和香港的航班 那個班次逐步減少 去到減少五成的 我們亦都跟香港有關的航空公司進行溝通 國家民航局亦都會跟內地的航空公司進行一個聯絡 如果出行的朋友如果去乘搭飛機去內地的話 或者去內地回香港 就無請留意這個是飛機航班的改變 享受在航空公司道後 待會才要止espans 至此版港公司進行事務所提到 再次延續就防いる 法制住行事務所提供的 法制住行事務所提供的 公司進行事務所提供的